修例風波令香港教育暴露出很大的問題 讀師讀教材讀考題將帶有明顯偏頗的政治主張傳書給學生 甚至鼓動學生參與暴力違法活動 導致學生淪為暴力犧牲品,令學生家長非常擔憂 去年10月,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的中史教材竟然稱蛤變戰爭源於中英兩國政治、貿易體制和司法制度衝突,將親華戰爭合理化 日前,息息源可立小學常識科讀師在網上教學時,將英國侵略霸佔香港美化成為消滅蛤變發動的戰爭,引起社會嘩然 本月14日,香港歷史科考試出現是否同意1900至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閉試題,意圖引導學生做漢奸 顛倒是非、歪曲歷史、美化暴力的讀師讀教材讀考題已經成為打著民主抗爭等旗號讀害香港年輕一代的精神鴉片 在修例風歌當中,香港多間大學淪為暴徒基地,不少學生成為外國勢力反中亂港的棋子 由美國駐港總領館主導及撥款資助的中文大學港美中心,執行美國國務院教育及文化事務局的赴爾布萊特計劃 聲稱推動學術交流,其實是變相操控香港高等教育重要課程 對香港百間大學的通識教育在課程設計、通識計劃成效和評估方法等多個範疇進行合作 香港已經成為美國制約中國的棋子,而讀師讀教材讀考題也都成為了反中亂港的工具 讀師讀教材讀考題之禍已經勝於萬苦,他們打著民主抗爭等旗號,尖倒是非、歪曲歷史 對還未有成熟思想的青少年學生進行煽惑洗腦,破壞香港主流價值和意識形態,動搖香港穩定基石 讀師讀教材讀考題之禍也都凸顯香港國家安全問題和教育監管的短板 要清除讀師讀教材讀考題,除了教育帶加強、嚴格審查和監督外 還要從維護香港國家安全的角度加強對學生和市民的安全教育 提升安全意識,驗證讀師,還香港教育以風清氣淨 請多 Woolaver 享受 情況 散告 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